剛才中午,夢見那個地方不知是哪裡,感覺更像是學校裡面。 我們在一起搞活動的時候,應該有其他班的人在。 有自己班的人在。 後來我不知道,我同伴們一排人在說話的時候,突然我搞出來什麼,就要脫口耳朵說了日誼。 人家好像那天應該不說日誼。我呢,應該講日誼或者什麼。 我就脫口耳朵講了那個。 再後來就看到大家一起在唱那個四幾歌。 日誼唱的那個四幾歌,好像好多人在唱。 正好那個時候再醒了。 那個時候再醒了。 那時候我看到那個康熙黃帝的那個風枕了。 風枕了! 再荒塌荒塌ung了。 荒塌荒塌都算了。 從歷史上來看到 我们有记录《唐朝娃》和日本有好多交流 后来到清朝那段时间就不知道了 因为记录上的事情也不知道了 但有没有作为呢?有啊 你看他们那时候在唱歌呢 唱的都是日语世界歌 应该有很多的交流 福建沿海一带有很多的交流 但是清朝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写 就讲《倭寇》那个时候来入侵 入侵了那个东南沿海 然后一起把它消灭掉了 就简简单单就讲了这些 这些情况呢?不是那回事 这些情况他们沿系到以前的交流 就尝试这个手拉手 手拉手的意思就同以前一样 跟唐朝的是一样 这里面的交流就 连接的交流 或者宗教方面的交流 一旦没停止过 从以前一样 只是说官府 已经不太知道这个事了 所以他们记录的就是 就像以前蒙古人来打仗 一下子征服了这个日语一样 然后我一下子征服了沃寇 就写的这样一件事 所以这么简单 实际上不是那回事 都是手拉手 在唱歌 而且今天还有好多福建那带 有好多人直接会日语的 透口而出去说的日语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实际上就留很多的 只有很多的只是说 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记得 要讲的这个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再见